今天的確診個案有 去到昨晚凌晨就是123宗個案 其中有8宗是輸入性個案 另外有大概62位左右 是和其他個案有相關的 這個數字可能最後都會再調整 因為有些調查還在進行中 另外還有大概一半左右是沒有源頭的 我們初步問一些沒有源頭的個案 很多都是家庭治療婦或者老人家 他們平時都沒有什麼去街 通常都是去買菜去喝茶 在這段時間可能都有機會 社區的病毒量比較多 可能隱性的患者比較多 在各處有人聚集的地方就容易出現 特別是沒有戴口罩或者人多擠悲的地方 所以可能都請大家 家庭主婦、老人家 都盡量減少去買菜的次數 或者如果真的出去街市的話 就盡量保持個人環境衛生 要是把這次之間感染到 然後就是把你撒丑了 那所以今天就感染了 各種疫情的行為 就能批評他們 頒有關係